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形成马档,先是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G7领袖高峰会,后马上转往新加坡参与川金会。 而在川金会结束后,美国先前对中国提出的500亿美元关税,约台币1.5兆大限也将到期,为此川普会面贸易顾问,决议关税最终细节,美国总统川普,消息人士告诉路透,川普调整了一些对中国500亿美元关税的清单内容,包含增加,删除一小部分的止税项目。 报道指出,这些调整的,主要是针对科技项目,美国对于中共盗取技术,不重视智慧财产权感到不满,是两国贸易冲突中的核心议题,而美方在双方发出停战协议后,仍紧要这点继续对中共施压。 有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,根据初步调整后的清单,这次的关税金额将会接近500亿美元,约有1300个止税项目。 但在正式公布前,细节仍有可能变动,川普团队最快会在美国时间本周五、6月15日公布,实则有可能延止下星期。 贸易顾问,团队建议实施关税,如果最终没有实施,那代表总统尚未准备好。 消息人士补充,川普在当地时间,本周三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,表达了他对中共的强硬态度,并表示,会在未来基州内见真章,面临关税大限,中共则提出补救措施。 中共国务院昨天6月13日举行会议,宣告要扩大进口民生用品,以及医疗养老等设备,并且落实降低部分商品的进口。